大家知道在 2021 年 第一款和我们见面的新车是什么车型吗? 它就是 Toyota 的 Fortuner 小改款车型 这一次的小改款呢 我们延续了国外那个很帅的 Legender 造型设计 除此之外 在引擎还有这个安全细节上面 都有所进步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2021 年的 Toyota Fortuner 它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还有它的安全配备有什么 Toyota Fortuner 是 Toyota 旗下一款硬派的 SUV 车型 它的越野能力非常的相大 因为它和 Toyota Hilux 是同一个平台打造 另外除了这两款车以外 Innova 也是基于这个平台打造 它们这一个系列叫做 IMV 其实这个 Innova 的小改款也同步的在我国登场 而其实在国外这个 Fortuner 的小改款有两个车型 一个是基于原本的造型做出一些修饰 另外一个叫做 Legender 而根据 Toyota Malaysia 的官图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版本就是这个很帅气的 Legender 版本 它采用了黑白的双色调车身 另外在这个整个车头变得非常的粗犯 头灯组也变得非常的锐利 而且是全 LED 的 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款硬派 SUV 应该有的造型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普通版本的 Fortuner 也会来到我国市场 但是是属于比较入门的版本 我国的 Toyota Fortuner 小改款进行了车型的简化 在之前的车型其实有非常的多 但是这一次精简成两个车型 也就是 2.7 的汽油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 2.8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在小改款之前 我国市场只有 2.4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这次小改款之后 他们用这个 2.8 的引擎取代了 2.4 的引擎 所以我们的 Fortuner 柴油版本 动力表现会更强劲 而且这个 2.8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跟 Toyota Hilux 一样 都进行了动力的升级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204 PS 峰值扭力 500 Nm 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所以它的这个加速表现等等 都比之前的车型进步很多 至于这个 2.7 公升的汽油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66 PS 峰值扭力是 245 Nm 和这个柴油引擎相比动力会略为差一点 至于它的变速箱同样的也是 6 速的自排变速箱 两个车型怎么选择就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你是比较常用来载物 或者是真的需要进行重度的跃远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 2.8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会比较适合你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 这个 Fortuner 的小改款车型 它同样的延续了小改款之前的设计风格 只是它变成了这个红黑的双色调设计 看起来的质感非常出色 我其实很惊喜的是 就是这个 Fortuner 它是一款比较硬派的 SUV 它主要的瞄准人群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越野的人士 可是这个 Fortuner 上面它的内装质感其实看起来还蛮豪华的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超越了这个等级车款应该给的表现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中央的触屏主机 它更换了一个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而且支援了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这个功能在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来说真的是非常适用 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 市场可能需要用到 VISA 啊 Google Maps 等等 这个功能就可以直接把手机的内容投射到这个触屏主机上面 开车的时候这样看地图真的很方便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 Toyota Fortuner 它提供了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虽然不是全套但是我觉得好过没有啦 它提供了前方撞击易景功能 这个撞击易景的运行速度从时速10到时速180都有功能哦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的时速在30以上就可以使用 最后一个就是车道偏移景式啦 如果你时常在长途驾驶的话 这个车道偏移景式系统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可能你疲劳不小心吃到线的时候 系统就会提醒你吃线了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行车安全 除了 Toyota Safety Sense 的部分安全配备之外 Fortuner 还有车侧盲点侦车以及倒车盲点侦车 所以这台车的这个安全配备其实非常的丰富 放在我国的同级车款中它应该是第一名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些先进的安全配备 只有在顶级的2.8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版本 才会看得到 除了 Toyota Fortuner 小改款之外 另外一款基于 IMV 平台打造的车型 7人座的 MPV Toyota Innova 同样的也登陆了我国的市场 这一次小改款的 Innova 还是三个车型 同样的全车系搭载2.0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9 PS 风制扭力 189 Nm 变速箱同样的也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它基于这个 IMV 平台打造 所以 Innova 是一款后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这代表你的 Handbrake 拉一拉 这辆车就可以飘移了 小改款的 Toyota Innova 在外观上面没有什么改进 它主要都是在一些规格上面的升级 例如说它导入了 9 吋触屏主机 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另外还有 360 度的环景摄像功能 因为 Innova 的车型比较大 所以这个 360 度的环景摄像功能是比较实用的 再来一点就是 它在比较顶级的两个车型上面 标配的车侧盲点侦测以及倒车盲点侦测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会有摩托突然间从路边吓出来吓到你 因为这个车侧盲点侦测 它可以侦测到在你盲点出现的车辆或者是摩托 这个对于行车安全也是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这个 Innova 的细节和小改款前大同小异 例如说它的第二排座椅是这个 Pilot Seat 舒适度还不错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也很好 目前在我国这样价位 你要找到这样空间表现的 MPV 车型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 Toyota Innova 它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2021 年刚开始没有多久 Toyota 马来西亚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款新车 也就是 Fortuner 还有 Innova 而且据悉在之后它们还会有非常多的新车计划 真的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究竟未来 Toyota 马来西亚还会有什么新车呢? 我们就等待官方公布 在这边我们会打出这两辆车 也就是 Fortuner 和 Innova 小改款的价格表 大家对这个价格还有这一次的配备升级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OK啦! 我是 Ivan 今天我们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哦!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你才会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OK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